沒有人可以想像 為什麼要這樣打啦 要打南台灣也沒有意義啊 你打屏東 打台北 都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投降 這有可能嗎 你美軍如果從日本基地 或者從關島過來 為什麼不會被擋住 第一島鏈 你可以毫保無傷登陸喔 這有可能嗎 這整個冰推的這種設想 本身就非常離奇啊 CSIS去年所做的一個冰推 那他們華爾街時報呢 就還原了這個 當時他們的一個過程 請了當時主持這個冰推的 三個主持人來 對 那我們從圖上可以看到 在這個台灣島的周邊 有很多這些紅色的 一塊一塊的是什麼呢 這些全部代表的都是解放軍 對 那解放軍裡頭 你看這個標誌 這一個圖式呢 其實就是殲二十 這一個啊 對 這是殲二十 是 然後這個就是其他 像這一種圖式呢 就是其他的解放軍的 比如說殲十六啊 殲十一啊 這一類型的戰鬥機 你看 包的秘密碼嘛 對 這裡 你看殲二十 在我們的這個巴斯海峽 這邊也出現 然後在等於殲二十 是南北夾擊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從我們的北邊 從我們南邊 然後這樣做夾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逆中戰機 它可以直接突訪 我們的防控雷達 可能找不到它 然後它先來 就對我們的重點設施 進行攻擊 那其他的 這一些解放軍的 其他不會逆中的戰機 就從後面跟上 然後對我們做一個 空中的壓制 那實際上你看 它有列到中國大陸這邊 包括湖南 包括福建 然後這些地方 他們的火箭軍 也在這邊對準 台灣進行攻擊 那這個湖南這邊的話 應該是所謂它 二炮部隊 就是飛彈部隊 那這個福建這邊 就是火箭 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的長城火箭 是直接在福建 就可以打到台灣本島 所以它會對台灣 進行全面的 這樣的一個壓制攻擊 那甚至呢 還有它的轟六 都會出現在 這個 那個 比如說在這邊 接近日本的這個方向 這邊轟六也出現了 然後它對台灣進行 不只是空中的這樣空戰 那也會進行對我們 地面的防空的陣地的壓制 那當然這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解放軍的登陸部隊 在做鋪路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這邊 這是剛剛玉琴也有講了 這是屏東機場 有沒有 屏東機場呢 空軍基地 對 空軍基地呢 其實 因為你看這紅色的 解放軍的裝甲部隊 登陸上來 就直接就把這個 屏東空軍基地 直接給佔領了 那就一路從這個 這個地方呢 往這邊推 就一路往這個方向前進 你看他也推到 這一帶這樣過來 然後我們的部隊呢 就佈置在這些地方 層層的這樣去抵擋 東南邊像台東 對 台東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從巴塞峽 這個方向 從芳寮這邊上來 所以呢 就這樣你看高雄在這裡 台南在這裡 你看高雄等於是已經 被對方佔領了 對 然後直接這樣穿過去 那等於南部這些地方 對方是建立了橋頭堡 並且源源不絕的 把他的登陸部隊送上來 然後從東部 從南部一路往上推 那我們的部隊呢 就是按照美軍的戰略 就是美軍現在要台灣進行了 所謂的城鎮戰這種戰略 然後呢 在這邊逐次抵擋 然後等待美軍的救援 是 那你看這是當時 你看 就芳寮這個地方 對 直接從這個地方登陸 你看一下就串過來 就到屏東基地 屏東空軍基地這個地方 然後直接串過來 顯示在這一塊 根據兵推 我們是至少在這一塊 是擋不住了 對方是會建立橋頭堡 沒有錯 那這一張圖呢 我們看到藍色的 就是 我們台灣自己的軍隊 美國的軍隊 跟日本的軍隊 終於出現 那你看喔 他們集中在什麼地方呢 他並不是集中在台灣海峽 這是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台灣海峽太危險了 因為解放軍的 空 那個防空陣地 也都在台灣海峽這一帶 你看這邊有一大堆 他的二炮部隊啊 火箭軍啊這些 如果你的飛機直接到 那個台灣海峽這邊來的話 很容易就被他擊落 所以你看 所有的飛機全部集中在什麼 台灣的北面跟南面 那甚至是靠近宮古島 這個方向 對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解放軍 進行一個牽制攻擊 然後他們主要是 圍在台灣東部這個地方 你看 這個是F-2222的出來 F-35也出來 然後甚至B-52也出來 B-52這種重型風炸機 也出來了 那目的是幹什麼呢 就是保住台灣東部 這個地方 那解放軍 因為解放軍現在有航母 所以他解放軍 可能也會試圖 從東部這個地方 來直接攻擊 那他就是擋住 讓這個地方能夠空下來 解放軍沒有辦法 從東部這邊上來 所以你會看到 剛剛陸地這邊 解放軍也試圖 從陸地往東部推進 那他在這邊會被擋住 就一路在西一路往東嘛 對 兵分兩路了 那這個保住東部的目的 幹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有加山基地 那在這個地方 這是台灣最重要的反攻力量 那另外一方面 你保住東部之後呢 美軍就有機會 從東部把這物資送上來 那這樣就可以 保住台灣抵抗的能力 那當然他們兵退 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這台美日聯軍產勝 那解放軍被擊退了 被擊退 剩下登陸的部隊 就被俘虜了 那可是這整個過程 經過了三個禮拜的時間 也就是至少 從這個兵退來看 台灣各大城市 大概都要受到 非常嚴重的傷害 特別高雄 台南 屏東 甚至台東這一帶 恐怕都會被移回平地 你美軍如果從日本基地 或者從關島過來 為什麼不會被擋住 為什麼你可以順利 成為資源 對 因為他一定 他的假設是 台灣的軍隊要能夠撐到 美日聯軍上來為止 那這個中國大陸 怎麼會不知道 所以你為什麼上得來 比如說東部 我們隨便講東部 你說東部會有一塊 淨土讓你上來 他即使不用航母 他從岸基的飛彈 也可以打到東岸 對啊 那你為什麼能夠進來 那個是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 你可以毫保無傷登陸 這有可能嗎 所以剛剛老師講說 直接用個火箭軍 其實也是在那個 射程範圍之內 本來就是 而且有各種 各種 也有那個火箭彈 可以射四百公里的 長程火箭彈 火還有導彈 他有太多工具可以使用 更不要講航母的艦載機 那還有第二點 他假設台灣 從頭到尾都沒有投降 所以你打屏東打台北 都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投降 這有可能嗎 因為我實在想像不到 他為什麼要打屏東 對啊 因為對他來講 他只要打北台灣 然後確定能夠掌握中蘇 要塞 對 那控制台灣的宣傳系統 那大概很多地方 就會聞風而散 那接下來可能就 深亞遊擊戰了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比較合理的推論 那他為什麼需要 北部也打 南部也打 而且都是正規戰 因為要推贏 因為兵推要贏 兵推要贏 已經有個結論 沒有人可以想像 為什麼要這樣打 因為你打下南台灣 這個戰爭並沒有結束 因為指揮中心還在 所以他沒有必要 這個就好比他沒有必要 打金門馬祖一樣 他打南台灣也沒有意義 南台灣他一定是 他先把首都打下來 然後告訴大部分的台灣民眾說 你們已經輸了 那接下來就看南部 有沒有人要繼續 我不知道上哪一個山 好像都不夠高 說沒有井岡山那麼高 到阿里山好了 就要打游擊 一定會有一些散兵游泳 繼續存著 可是就很難想像 還會有正規戰爭 是 對啊 你說台灣誰打游擊 王定宇 王定宇 王定宇吃得那麼 怎麼打游擊 我們假設 就說這個 比較合理的戰略 應該是這樣打 所以就是這個兵推 其實蠻不合理的 對 其實我不是完全學軍事 我都可以看出戰爭 不會這樣打 對啊 怎麼看就怎麼怪 很怪 如果你F22 如果你說你使用 關島做基地的話 他的作戰半徑是一千三百公里左右 但是你用關島做基地 你要飛到台灣 飛不到 你要經過空中加油 空中加油多危險 對啊 你要確定你不會被發現 是不是 而且能夠在台灣的空域 能夠停多久 還要馬上又要離開 回去去加油 然後如果是航母的艦載機 航母也會被攻擊 是啊 所以他又不敢靠太近 來 所以寒冰 來 我是覺得啦 你也覺得很荒謬 你知道我看他說 兵推結論是 共軍武力犯台 雖能上岸 但無法擴大戰力 還有第三點我忘了講 三個禮拜 東部戰區輸了 那就不打了 對啊 那中部戰區 政權不用下台啊 有可能這樣嗎 他就結束了 我跟你講 他們既然決定打 就一定是要打到底了 因為不然的話 他自己的領導班子 一定是撐不住 這是很自然的東西 但是我是覺得啦 就是這整個兵推的這種 設想本身就非常離奇 因為第一個 你從南部上來打 過去歷史有沒有從南部上來打 有喔 其實 鄭成功兩次都是從台南登陸 鄭成功從台南登陸 然後那個 那時候因為首都在安平 對啊 施浪也是從台南登陸 然後日本人 其實從打口登陸喔 對啊 但是問題是 那是為了包操啊 所以如果今天你告訴我說 和南北同時前行攻是我相信 因為有一方和南方可能是做 擾亂性的攻擊 讓你的兵力分不出來 北方是主攻 這讓我相信 你把主力全部放在南方 這個是很不可思議 因為這是擺明 就要先拖延戰士 就是我不打算在 三天之內一個禮拜之內 征服台灣 想慢慢打才會這樣做啦 我就這樣慢慢慢慢 跟你耗到底 這個想法本身 在戰術上是非常奇怪的 對啊 這是不太合邏輯 要嘛應該速戰速決 是啊 當然 然後再來 大家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嗎 他在南部都可以打到登陸了喔 嗯 他如果什麼情況下都會登陸 表示我們按機的 第一個我們跟美國買的那些 魚叉飛彈啊什麼東西 全完蛋 對 就自控制海都拿到了 你自控制海都沒啦 所以他的船團才能夠 把人帶來登陸嘛 對 所以當你自控制海 全都喪失的時候 是 請問一下 你光靠地面部隊跟人家打 嗯 不會吧 不會吧 你不會想得這麼美好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誇張的一種設想啦 好 所以他做了二十四四兵推嘛 我認為他這一次大概就是 他們一定要贏的那一次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酸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藥室